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家庭似乎都有那抹一两个不外传的烹饪秘诀 这些配方不仅仅是食物的制作方法 更是家庭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想象一下 当你品尝到那一口美味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品尝几代人智慧和爱的结晶 有趣的是 这些秘密配方往往有着一些奇特的成分或步骤 比如说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有位奶奶的秘密配方里竟然包含了一点点的巧克力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但这一点点的巧克力却能够让整道菜的风味 变得更加丰富和深邃 这就像是生活中的小惊喜 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给你带来无限的惊喜和快乐 再来 我们不得不提到奶奶们那种随心而味的烹饪风格 她们往往不会严格遵循食谱 而是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调整味道 这种随心而味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毕竟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测的 我们需要学会灵活应对 随机应变 奶奶们的烹饪哲学正是这种生活智慧的缩影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秘密配方所带来的情感连结 每当我们品尝到奶奶的拿手好菜时 那种熟悉的味道总是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温暖回忆 这些味道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 更是爱和关怀的味道 它们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这些味道总能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总结来说 奶奶的秘密配方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连结 它们让我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 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个章节时 能够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情感 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秘密配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家庭聚会的主角 第二章 家庭聚会的主角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家庭聚会中的主角 家庭聚会 这个词一听就让人联想到热闹的场景 丰盛的美食和无尽的笑声 无论是春节 感恩节 还是中秋节 家庭聚会总是充满了温馨和欢乐 然而 在这些聚会中 总有那么几个人 他们的存在让整个聚会变得更加精彩 他们就是家庭聚会的主角 首先 我们来看看大厨这个角色 每次家庭聚会 厨房里总有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大厨 这位大厨可能是你的妈妈 奶奶 甚至是你那位自称厨艺天才的叔叔 大厨的存在 让整个聚会充满了美食的香气 你可能会发现 当大厨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身上 彭扶他是一位明星 大厨的每一道菜都是一个故事 从选菜到烹饪 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爱和心意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是故事大王 这位角色通常是家族中的长辈 他们拥有无数的故事和经历 从年轻式的冒险到家庭的历史 无所不包 故事大王的出现 总能让聚会变得更加有趣和生动 你会发现 当他开始讲故事时 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 专注地聆听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家族的历史 还让我们感受到家族的温暖和力量 当然 家庭聚会中还少不了搞笑艺人 这位角色通常是家族中的年轻人 他们拥有无穷的幽默感和创意 搞笑艺人的存在 让整个聚会充满了笑声和欢乐 无论是讲笑话 模仿家族成员 还是即兴表演 他们总能让大家捧腹大笑 搞笑艺人 不仅让聚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还让我们感受到年轻一代的活力和创意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小小主角 这些小朋友们虽然年纪小 但他们的存在 却让整个聚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小小主角们的天真无邪和纯真笑容 总能让大家感受到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无论是他们的同言同语 还是他们的天真行为 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简单 总结来说 家庭聚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温馨而欢乐的场景 无论是大厨 故事大王 搞笑艺人 还是小小主角 他们的存在 让家庭聚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家庭聚会中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 为家族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开始准备 下次家庭聚会的角色扮演了 记住 无论你是大厨 故事大王 搞笑艺人 还是小小主角 你都是家庭聚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传承与创新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第三章 传承与创新 这可是一个既深奥又有趣的话题 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充满了现代的活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传承是什么 简单来说 传承就是把祖先的智慧 文化 记忆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就像你家传的那把老材刀 虽然已经磨得正亮 但每次用它切菜 总能感受到祖母的手艺和味道 传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那么 创新又是什么呢 创新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 加入新的元素 创造出新的东西 就像你用那把老材刀 不仅能切出传统的家常菜 还能做出创意十足的分子料理 创新是对传统的尊重和超越 是让古老的智慧焕发新生的关键 说到传承与创新 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大家知道中国的京剧吧 京剧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讲究的是一朝一世的传承 可是 有一位叫梅兰芳的京剧大师 他不仅传承了京剧的精髓 还大胆地进行了创新 梅兰芳先生在上世纪初期 京剧界可是个保守的圈子 大家都认为京剧就应该是老样子 不能改动 可是梅兰芳不这么想 他觉得京剧也需要与时俱进 于是 他大胆地引入了西方的舞台布景 和灯光效果 还在表演中加入了新的唱腔和动作 这一创新可不得了 既保留了京剧的传统 又让他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再说一个现代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吧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 就是传承与创新的典范 他传承了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基本原理 但在此基础上 创造出了iPhone iPad等一系列革命性的产品 这些产品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引领了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 所以 传承与创新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传承是创新的基础 没有传承的创新 就像无根的扶贫 难以持久 而创新是传承的延续 没有创新的传承 就像一潭死水 难以发展 最后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内容 传承是根 创新是花 只有根深才能花茂 只有花茂才能果实累累 希望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中 都能找到传承与创新的平衡点 让我们的文化和智慧 不断传承下去 同时也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谢谢大家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探讨就到这里了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智慧传播者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让你回味无穷 受益匪浅 总结一下 我们从奶奶的秘密配方 到家庭聚会的主角 再到传承与创新 一路上 我们不仅品味了美食和家族故事 还探讨了文化的传承 与时代的创新 无论是奶奶的那道拿手菜 还是家庭聚会中的 大厨和搞笑艺人 这些都在提醒我们 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 往往藏在那些细小 而温暖的时刻中 而传承与创新 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深入分析一下 秘密配方 不仅是美食的灵魂 更是家庭情感的纽带 家庭聚会中的每一个角色 无论是大厨 故事大王 还是搞笑艺人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家庭注入快乐和温暖 而传承与创新 正是我们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不断探索和超越自我的关键 我个人认为 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和角色 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奶奶的那一点巧克力 就像生活中的小惊喜 时刻提醒我们 要保持好奇心和灵活应对的能力 而家庭聚会中的每一个角色 则是我们生活中的缩影 展示了各种美德和智慧 而传承与创新 则告诉我们 无论在哪个领域 都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寻求突破和发展 好了 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疑问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不是也有属于 你的奶奶的秘密配方 或者你在家庭聚会中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又或者你对传承和创新 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期待你的精彩分享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节目的节目 我们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